今天要学习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词 一个名词 一个身体部位 也是我们的眼睛 大家先观察一下 这个眼睛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今天的这张脑图的所有单词 都是基于眼睛 而且是可以和眼睛扯上关系的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中心词 两个字母E对应的发音 两个字母E对应的发音 就是长元音的E OK, follow me C C C OK, see 那么眼睛看起来像什么东西呢 这个图片我们先不管它的 我们看一下 眼睛,眼球 我们的眼球 眼球是圆的 圆圆的就像我们的地球 地球里面70%以上的是什么 是大海 是我们的大海 所以眼睛要多去看大海 要想视力好 你就得多去看一下大海 因为大海是蓝色的 蓝色的东西对我们的眼睛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我们的电脑都是蓝屏 蓝屏的盖 好喝的盖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把字母E变成了A OK, follow me C 发音还是一样的 都是我们的常原音的 E OK, follow me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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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动词 一个是名词 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老师这两个单词的发音都是一样的 我怎么区分 非常简单 动词和名词 在具体的语境当中 非常容易就可以区分 OK 那么各位同学 在这个海洋里面有种动物 我不知道你们熟悉 海洋里面有种动物 它是可以站成一个这个形状的 像一个字母L 字母L 是什么动物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海洋加一个字母L 就是一直站立的海豹 海豹 这就是一个站起来的 很苗条的 很非常的thin 我们刚刚学了这个瘦瘦的 一个很苗条的海豹 所以呢 我们一起来 做一下这个动作 托连老师站起来的 现在 我一直站着的 OK 我站起来像一个字母L 就是我就是一只海豹 OK 我们现在所有听客同学 现在我们一起来表演 海豹 海家字母L 海豹直立 跳跳跳 OK Follow me Seal 跳一下读一下 Seal 因为我要录课 我们这个麦克风 不能够震动太频繁 所以呢 我就让你们来跳啊 来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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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音是我们的这个L L这个音是什么 舌尖抵着我们的这个上齿音 假如这是舌尖 舌尖抵着这儿 上齿音 OK 来练习一下 O L 好 读一下这个单词 Seal Seal 我从多个角度给大家展示我们这个发音的这个部位啊 Seal 舌尖尖抵着 OK 好了 这个海洋里面的动物啊 再练习 我们来第一串 复习一下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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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夏秋冬 春天啊 绿色啊 夏天蓝色 秋天金黄色 冬天是白色的 所以每一个四个你们看到这种图片你们至少会想到绿色是green 这个夏天是蓝色的blue海洋嘛 秋天是金黄色的黄色yellow 我们冬天是白色的white white 所以呢 又复习了颜色的单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导图 这个单词它其实和颜色不一样啊 它不是颜色 这是我们的四季季节 这个单词 同学们第一次祭啊 我如果不给你们方法 你们就 S E A S O N S E A S O N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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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个单词吧 跟着特朗尔老师练习一下 佛罗密 Season 尾音是开口鼻音啊 舌尖的上齿银哦 气流从鼻孔里面出来啊 佛罗密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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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发现没有 特朗尔老师在读这个鼻音的时候 我的鼻子会 会可以动一下啊 那个单词怎么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黄色这一坨是海 Season 后面红色这一坨是S O N 是一个单词叫儿子 儿子 My son is alive 我儿子活过来了 OK 功夫熊猫里面的那个 他的爸爸最后说 My son is alive 所以这个单词呢 就用海的儿子 C家儿子 大海的儿子 就这样 在奇数异语的神话故事里面 大海的儿子 主管季节 记住啊 大海的儿子 主管季节 我们一起来联系一下 Season Season 有同学都笑了 OK 就这样啊 一辈子都不会忘啊 一个美女拿着一双筷子 在海边解什么 好了 提示一下 那么就是这个单词 我们第三串啊 同学们 那么呢 现在进入我们的这个生物课啊 我是你们的生物老师 现在要扮演一个生物老师啊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啊 大豆懂这个种子的基本结构 包括哪些啊 首先啊 这个胚牙 胚肘 胚羹 子叶 种皮 胚 我胚 我才不讲这个生物呢 OK 我生物很差的啊 OK 那么这个眼睛 各位同学 眼睛长 里面的眼球 黑色那一坨 是不是像我们的这个种子啊 种子啊 像我们的种子 眼球的黑色部分 像种子 记住啊 你看吧 看嘛 眼睛 see 这个字母 D 就是这个 这个 添加的字母 是吧 OK follow me 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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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音啊 要轻一点 这个 爆破音 当然我是 在刻意的练习啊 轻一点 seed alright 所以这些单词 都是和眼睛有关系的啊 每个单词 都和眼睛有关系 OK follow me be 讲完以后要练啊 你不要光听着我嘻嘻哈哈大笑啊 这跟着我在笑啊 要练习啊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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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单词 在我们的初中 也会出现 初中的大纲词汇 也是包含了的 OK 所以你现在把这个单词写过来 以后 你们就会非常的 轻松 so easy right 继续看一下 眼睛 相关的单词啊 眼睛最大动物是牛 牛的眼睛很大啊 你们不兴趣 看这个牛眼睛 哇 那可厉害了 大得很啊 托尼加就是养牛的 专业肉牛养肢 至少有上百头牛啊 欢迎来我家 买牛肉啊 OK 那么牛肉 牛的肉就是牛肉啊 这个时候你看啊 B是蜜蜂啊 蜜蜂 F就是我们的中文的 伏 你伏还是不伏 伏不伏 伏不伏 伏 蜜蜂都很服气 因为牛肉 不是 因为牛的眼睛很大 OK 蜜蜂都服了 我们来练习一下 follow me B B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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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 叫做牛肉啊 我最喜欢吃的肉 就是牛肉 每次我回家 我爸就要杀一头牛给我吃啊 OK 好了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牛肉啊 呃 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从小就要吃 是吧 这是我小时候啊 我小时候呢 我的父母就会喂我 喂我吃牛肉 牛肉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 feed E-E-D feed OK 字母 F 这个单词 其实是在 总值的基础上啊 我们观察啊 四位导徒的这个字母的改变 有大部分情况下是下一个单词和上一个单词进行改变 但有时候呢 它也可以 这个单词最后一个单词可以和中心词进行改变 不是改变 和中心词进行联系 或者是和这个二环路的单词进行联系 反正它都是导徒嘛 改变嘛 是吧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 E-D E-D S变成了F就可以了 OK 喂羊 Follow me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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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它过去是 发音是不一样的 OK 这个我们暂时不讲啊 暂时不讲 Fed you Fed you 这些单词在我们的这个四位导徒 在我们的这个功夫熊猫里面都出现 功夫熊猫这个电影第二部里面 这些单词好多都出现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个Feed 这个单词 阿宝的爸爸 阿宝的爸爸是一只鹅是吧 是一只鹅 它叫Fed you I'm fed you again 所以这个单词出现了 所以你们对这个单词熟悉以后 Feed 熟悉以后 到时候你们就会听得懂 它说的是什么 OK 那么现在来 一起来复习一下这种道徒 光学不复习 体力每处习 来中心词 长远音的E 跟托连老师练习啊 Fed me Sea Sea Seal 直立的海报 海的儿子主管什么 Season 不要读是Season 有同学上次 这个托连老师讲的是 这个海的儿子 他就说Season Season 因为儿子的发音是上 不要乱读啊 OK 再来练习一下 Season Season 好 眼睛眼球看起来像种子 Seed Seed 最小眼睛的动物 Be Be 最大眼睛动物的肉 叫Beef Beef 托连小时候经常吃 喂羊 爸爸妈妈喂我 Feed Feed 喂牛肉 喂我吃牛肉 小时候 所以我的身体是多么的强壮 You can see Yes Fat and furious 肥而不腻的感觉 很棒啊 来 看着牛肉快速反应它的发音 快速度出来 Feed 不对 Beef 你们的反应比我还快 太棒了 托连老师反应没有你们快 OK 眼球看起来像一颗种子 种子 Seed 最小的动物 Bee 眼睛最小的动物 哈 直立的 字母L 大海加字母L 海豹 Seal 海洋里面唯一一种动物可以直立的 记住 就是我们的海豹 Seal 在海洋公园 海洋馆 这个是大海 Sea 我们就过 这个单子太简单了 这个时候呢 喂羊 喂东西 喂着吃 Feed Feed 记住啊 上吃要下唇 春夏秋冬海的儿子 海的儿子 主管什么 季节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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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啊 这单词的发音 通过快速反应 复习我们的这道导图里面的这些单词 这道导图里面的这道导图里面的这道导图里面的这道导致